说说恒生指数23,070 刚刚升了300点 1.28 1.30 即是说13,030 看到了 开工了 大家好 今天就是星期一了 不好意思啦 经常说星期一股市其实是未开的 国内是明天才开A股 这就准备很精彩的了 当然我不是股评人了 所以我也不是股升跌了 但是给大家一些现象分析一下 就算我们不买股票的人都好 因为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息息相关 今早股票升过504点 现在都升300几点 刚刚说完 就破了三万之后 两万三之后到跌不到 刚刚上回两万三了 我猜两万三一定有的 还有下午嘛 是不是? 但是究竟将会是如何呢? 今天的话题就讲讲他 简短一点啦 是不是? 明天才开盘 其实很多事情好什么的 很多闹得旧旧的东西的 准处准备迎接这个大时代来南 前面我找了个阿哥 这个叫恒大的军司前蚕重师爷 这个叫任习平 说呢 除非你不留意新闻 其实竟然个个都叫他那句 说A股周二料开市即收市 哇 这句真是 那有没有呢 有没有升停板 我好像没有 说都没有 好像台湾 其实那些会升停板 跌停板 这些应该是很落后的股市才会 所以究竟他在说什么呢?会的吗? 大陆会一定会停的吗?会的 会的 停就会 是不是? 会不会啊? 香港自从我们86年一升李福少 一升停市四天 是不是? 跟当时的财政司是谁? 财政司贼城好像叫 和他互相推卸责任 结果就逮捕他坐牢了 坐牢了几年 诸如此类的 政府要动他 港英时候八六年了 庄家的结构改变了 现在就很专专业了 深圳当然是学前进的东西 我估计除非是下令停市 否则应该不会停市 但是有人就预料任习平 这个任习平立刻要看看他什么了 他是很夸张的 他不停给一些救市的 救经济的政策 是不是? 几个礼拜前 是不是? 断债困境 我都不记得他说什么了 总之他有一条正的方法 宽松 这样 又有很多的 小子化他又有意见 好像说给钱 生儿子 百段春生 人口多一定是OK的吗? 其实整个世界都人口老化 其实人口战后三十几亿 现在变了七八十亿 其实是不再增长 不过老人会平均多 自然平均多 但是不见得 是一个大问题 你怎样适应 西方开始都适应了 中国都经历了 是不是? 一是政策 然后又现在完全放松 人家那个历史 可能50年的历史 老共两三十年压缩了他的意思 当然了 如果以股市的经历 我们这些不炒股的人也好 说我有买股票 现在也有 呵呵呵 上个礼拜一放了 现在升到20元了 我15元放了 像今早见他升到20元了 都知道 深水清 忠言 忠仁寿 但是呢 我会不会说够了 停啊 升了就以为他会停 不会的 我有客观看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两天跟人说呢 都觉得明天是会飙一飙的 但是之后一切都不估了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全人类都想着升的时候呢 很难不升的 当然理论上呢 你说 喂 调转行不行? 很多人等着出货 炒掉了它 股市很多时候也有些东西 有人放消息出去 然后呢 一 调转的 但这次就不容易的 因为太多人还没入市 那这两天呢 就是呢 这两天呢 就是 看看先 那些 凭几亿转了 廢时蛋 就是深圳那个叫做 中国那个叫做 叫做什么公司 就是 这两天呢 就是 这两天去开户的人撲到去 哎 免得再去找回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很多人去开户 但是开户呢 就要星期三才能买到的 是? 是? 这个叫做 就是 于是乎呢 我太多资料了 算了 凭记一说 不要再做 读资料 其实是扮专家而已 是不是? 那将会估计呢 就是会全面 即明早就会全面升 因为很多人 大陆的股民进了股市了 大家都以为可以赚一笔了 如果人人都是这样想的 的确 它没进化到这样 香港会不会呢 其实你看香港呢 其实你看香港过去那几天呢 你纯粹看香港过去那几天 那个 其实已经很勉强了 是不是? 就是 引了一些人入市了 是不是? 就是大户引了入市了 是不是? 接着 例如恐怕我们这些 就很多是走人的了 算了 所以它是困难的了 变成了你见星期四 星期五日升下跌下升下跌下 到今天呢 原来才是气欲了 一定要切法子 本来试过倒跌又升回 这个其实香港正常有人买有人买 就是不会单线的 上上升升的 但是这两天还会顶着 撑着 但是如果大家问旁边的人呢 就是考虑入市和考虑走人的呢 一半都一半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香港人已经有了经验了 那现在只是说 喂 走了没有? 还会升啊 先找个好价先 一般人的心理是这样的 是不是? 一般人的心理 为什么我经常说 我又不是专家 我不是看数据 这些首席经验 任习平前面的老人 这个老人是恒大的 是不是? 那你也知道 一个这样的失败的 是不是? 我还爆了那些东西 前面爆了 我怕她是发生什么事呢? 邪尼也不见了 好了 她是卖身发水 是不是? 这样就被人告的 是不是? 读一下 听多多 假货横行 网红任习平呢 1月19日的时候 24年1月19日的时候 因为涉嫌虚假宣传 翻车 据报道 任习平入股 入股 代言 人生责法 你如果在香港做这些 时事要decare interest 是不是? 那她究竟有没有decare 不知道 是不是? 应该有的 国内 但他们国内当然是仪欺一些 那她就卖身发水 我们记得了 没有头发很久了 那个 有头发的 你看她几年前 她已经变了灰短了 突然间又浓又蜜又黑 跟着卖身发水 那个叫萧尤鱼 在台湾 那她就继续了 现在究竟她的东西 她说的东西全部都可以不是真东西来的 但是她就是影响力大的 她算不算正义评论 原来你当她是个艺人 什么事都没有 大家我希望就是这样 不要整天攻击 她就成功了 成功了 全在证明合理 是不是? 黑格尔的名言 它必然是合乎道理地存在 因为她存在得很好 是不是? 还是首席的最... 顺便说一下哲乐 就是证明她是有她的理由 不要只是说她不对 但是你拆开来说 是不是? 那你... 你卖这些假的虚假新闻 这个任贼平一样了 但是你明知一个人是这样的 为什么今天你见了 开市即收市 开市即收市应该都是假的 因为里面有没有一个机制 说一升得过分就看不到新闻有说 我几亿钟都没有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会会搞到中央震惊 立刻停了股市会不会呢 那就不出奇了 是不是? 不可抗力 那她说这件事其实就很...很夸张 但是她竟然都是各报生相高 那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我不是说她对不对 而是呢 其实做新闻就是这样 比如今天我呢 我本来就... 这些我都不是专家 你不由她炒了 搞什么呢? 是不是? 但是她相对... 相对这些什么河马这些呢? 她其实是有社会意义 股市 是不是? 是不是? 值得大家... 我都叫做股民啦 不动的股民 我也都不是没有研究 我不喜欢炒股 是不是? 不喜欢赚这些这样的钱而已 如果我赚... 如果我做... 吹打 我相信我都不差的 是不是? 因为我其实够EQ够的 就是我不会太过兴奋 炒到破产那样 继续做股... 股平人的大友人才 炒到破产 那如果你自己都炒到破产 就是你个人没有跟着一些基本的原则 就是那些叫做华尔街 是不是? 加阿訓 就是你做这些 其实个个都读过 是不是? 例如这些情况呢 其实你可以买 然后就let the profit run 但是你要守一个原则 是不是? 就是cut short cut short的意思就是一跌 你自己要... 多少个percent呢? 你不要认为 如果现在这么疯狂 其实一跌五个啦 因为大仗一定会少回的 跌过5个percent呢 你就要cut了 是不是? 那当然啦 如果你赚得多的 就会跌多一些 但是你的心理上一定要... 我真的砍下去就不会 但是呢 讲时讲 大多数人做不到 这些是基本的华尔街家训来的 就是你做得炒股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些 而且要真正做 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 所以呢 升的时候不值得走 跌的时候又不值得走 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其实升和跌你都要划定价 就要走 这个就是原则 是不是? 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 是不是? 我说这些就是有意思咯 你如果很少炒的 你都知道咯 是有这样的基本原则 如果你守得确实这些原则 也不要把新家都放进去 分开投资 諸如此类 基本上呢 基本上一生人都是合理的投资回报是有的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我这些是吧? 读经济 读金融学院在那里搵食的时候 知道呢 七成 曾荫权那时候已经说了 我记得这件事 我记住了 这件事 股票大升 但是呢 七成损失 虧钱的都是小投资者 那大家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 不做这个股神 股神不好 你自己炒赚一点也好 如果你这么厉害 是啊 我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 就是我这类人 这类人以外呢 大多数 你赚钱就是人家亏钱 其实就好像赌博那样 那为什么赌博我们又不道德呢? 赌博很多人不觉得不道德 基本上是道德问题的 你不劳而获 很多东西 那么呢 纵然你要运用知识 你的知识就是捉到人的弱点 是吧? 股市其他股民的心理弱点 看到大小 而你又够冷静 是吧? 坚守到原则 是吧? 那你就适宜做这些咯 如果我做职业的炒家 反而有 譬如CK那些 就是他帮人落盆 反而他没什么问题 但是都是不道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赚钱就是人家亏钱 而他又不是做事 他又不是做事 大家都不是做事 但是你赚钱他亏钱 社会对社会也没有贡献啊 说到自己这么有贡献 说完了 说完了 不好意思 好了 说这个呢 这个 恒大前师爷 千五万人工啊 哇 一年薪千五万 就是比其他人多了两百多倍 恒大现在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你一测 这个是什么样子啊 一看 哎呀 我以为是 就是很多曾经说过很有名的 是吧? 就是经济学家的 是吧? 就是经济学家的 是吧? 就是长监督管理局认为呢? 功能虚假 就是买那些生发水啊 萧山都买过了 是吧? 引人误解 商业宣传行为 死不死啊 是吧? 就是带货嘛 里面流行做这些东西 我是很憎恨的 就是如果你做政治评论员在那里卖广告呢 哎 纵然你说VPN 我觉得都是不好的 是吧? 就是有人问过我的 我都是 我都不少人的 所以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是吧? 你做评论要 你的权威 你不是顺便就买了 接着就叫别人捐钱啊 做这样做那样 你将 即是康德的道德 你将你的目的变为手段 你的目的就是你的网民 人是你的目的 就是我宣传 不是宣传一些东西 就是我做一些思想工作 是吧? 我是希望社会涨幅的教化 而不是 因此我做片就赚到钱了 赚到钱就令到我生活成功了 我可以得勾行在那里看书 继续用脑了 那这个是手段 是吧? 但是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普及众生 普及众生 那我就不是目的 如果那样就变成了目的 就是萧生的 总之我赚到钱那些我就做 是吧? 最紧要不要影响到那些人终于不听我的话 反正你继续听 说错也没所谓 那他有他的条件 但是这个违反康德的道德原则 就是你不要把别人当是你的手段 应该是你的目的 这个我都说了很多次 所以呢 没有得迫的 你们 康德的 道德哲学 基本上西方是接受了 东方也接受了这个原则 是吧? 不过很多人不觉得 或者用一些道理去虚假 比如你 你卖生化水广告 那你 你当然是说他好的 十个是假的 这些是消费品 就是 如果 你给我买保险 可以给我生多少头发的 真的可以的 我查了 是吧? 没有你赔钱给我 没有人赔钱给你的 永远是 是吧? 我爬了就行 其实是假的 是吧? 就是想说 这位这样的哥 任习平 就试过这样 就罚了他 一万一千元美金 即是八万元人民币 难怪这个专家说的 经济和股市 復缩症没有准备 是吧? 但是这个哥 就有一句金句 他懂得说话 是吧? 即是说 开始即收纸 故知人没有收纸 其实是暗示 升到不停 那我就不用做了 我回家了 可以一下就赚 是吧? 是吧? 一句这样的说话 其实是毫无意思的 就是各大财经网 那你说他的问题还是财经网的问题? 财经网、报纸、星岛、零一 全部交这句 好交嘛 这句好玩嘛 但是是不是呢? 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讲心理学来说 全人类都猜是 那样东西 不会差到去哪里 就是说明天是真的 一定会弹一弹的 早上 但是之后怎样呢? 是吧? 如果真的大家 不想做人发财 头的5%是升的 那我猜是中的 之后呢? 完全不知的 是吧? 当然了 长远来说呢 有什么支持现在这个股市 是吧? 除了习近平入市 那习近平入市 当然大家对这个 百年一遇的领导人 是十有信心的 大家对他的信心 所以 你相信他嘛 大陆人是很信政府的 这个我们 所以他里面一定会再推上 如果再推上 那香港人都跟着他推上去 但是香港人呢 靠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基金 当然大陆都走下来了 他不是靠普通股民 他买不到 普通人不可以在香港买 过去那个礼拜 那你细心点回望一下 过去这几天 香港的股市 就是呢 香港人是知有个升浪 所以都会很多人趁机 是吧? 闹事 但是呢 已经是吧? 三成了 是吧? 差不多了 香港人觉得 是我们的经验 但是大陆人的经验 当然他的经验更恐怖了 跌一半啊 升一倍啊 是很普通的 所以他们觉得还可以的 所以就涌上去 是吧? 其余有没有好的 中登公司 络到了 络到了 是 中港股市火热引发证券商开户潮 6日呢 6日呢 6日不是昨天的 今天6日开提前统一 给人去登记 是 是 应对假期间大量的开会申请 但是最快都要周三 如果现在开了炒的户 哪些人呢? 那些没炒过 或者炒到没有了户口那些 但是呢 看资料呢 未见那个炒的地产 但是香港人相对 如果香港人都自己开心就不要冤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是吧? 朋友知道 经历了很多 波折喜乐 资讯又通 还有我们就不会迷信习近平 但是都很客观地看着呢 因为知道大陆人 这个想法就是对了 我们明知道大陆人蠢 他们一定会涌进去 一定会升 升多少呢? 还有我们就很aware 这次会不会是习近平 割韭菜 用国家的资本托起的市 给了几十万亿 就是将那些货给了民间 用这个方法呢? 因为里面没有钱嘛 官方没有钱 就不能够印银子 无谓引起疯狂的通胀 是吧? 所以就只能够 又不出良救性了 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 令到那些大企业可以 基金那些可以赚钱 然后呢 怎么赚呢? 就靠你们去买股票 就诱发到民间的 这个 到今天这个时刻 他是成功的 计划 经济也包括计划股市上升 那就正在升了 上证 上证累计上升了21% 深证30% 创业板42%已经升了 所以都是危险的 已经连续升了五个 黄金价期前 A股三大指数 连升五日 但是停了一个礼拜之后 会怎样呢? 每个人都猜他一定是升的 但是升到哪个时刻 突然大家一起 够了走啊 大家斗快走 那就不知道了 不要预计了 是吧? 而恒指呢 我们就单日升幅 就是单周的升幅 13%是吧? 是2008年 一个星期升最多的 是吧? 大家知道 大约现在23,300 是吧? 是吧?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香港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是没有一样安全的 是吧? 都在打飞弹 中东在开战 俄乎还没完 美国选举又不知道怎么样 未来那几个礼拜 你不知道换了特朗普 还是何锦麗 那个美国股市升了那么久 所以美国股市可能突然间又跌的 是吧? 所以很多确认的 但是这个时刻 那么多确认的 就突然间股市大升了 大家客观地 有没有一些因素 令到现在很平稳 战争的完结 大家的信心漸漸恢复 一路纷纷进去 那经济会蓬勃回了 所以就会升了 那现在只是大升而已 就算跌回还是跌一跌而已 现在不是啊 现在大升可能大跌 再跌一次 厉害的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没什么就没事了 那我已经没什么了 所以心理上是很安慰的 但是呢 我不会估他明天是 升尽了 按摩 是不是? 你老衬啊 是不是? 十五个半卖了 现在已经十九元了 明天会升到 我三十三 升不升到三十三 不奇啊 不奇啊 就是我那种 但是这个自己不要想想 千万不要 大家如果已经放了 安安乐乐 如果未放 看得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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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是升 有他 但是一见他的势不妥 自己就要 最多是这样 没错嘛 这么说 既不是鼓励你入市 是不是? 也不是鼓励你去炒 是吧? 只不过呢 是的确有个炒浪在那里了 但是去到哪里呢? 是吧? 那 以我普通股民几十年的经验 是吧? 什么时候? 白鹿烈股庄就入市了 那时候 一天跌了四成 是不是? 那些施货 还不断抹过来 等了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是吧? 但是这一次呢 可能要等很久了 如果你现在进去的话 那是完全 完全 就是 不建议 现在 就是 因为已经升了那么多了 但是 每个都会看着大陆会不会呢 既然大陆会升 所以不奇怪的 如果你可以快速进入股市 离开股市的人 就是用电脑做交易 那 你会看着 还可以炒那些期指啊 炒职日指数啊 那些 那这个是你的商机来的 这个是你的商机来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些 到我们这些 走啊走啊快点走啊 一个钟头电话打不通 我想卖上星期一 打了一个钟头才卖到 四点才卖到 四点十分就停止了 终于卖到 所以在我们这些人来说呢 钱不是我们赚的 大家 不要恨 如果已经放了 大家就是开开心心 是吧 整顶杯啤酒 明天看看发生什么事 就可以了 是吧 当然了 大家也都有一样东西 我说了这么久 都是 逢是那些 就是 要懂得看 看新闻 突然间个个都召唤那些人 这个已经反映到一些新闻 很 因为 为什么你起了这个题呢 包括我啊 我现在为什么起了这个题呢 知道你们喜欢 心里面在想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个个都忍一句 但是他又没有 没有说到你听 这个恒大师爷 究竟 那我立刻查一下他的背景 才知道他 这么大劲 明知道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 普通人不知道 啊 经济专家 是吧 开市职什么事 这样 又弄到很大张图 你好像觉得是的 这样 你会被他大了 但是 做新闻那个 我只是想你看我的新闻 里面一堆资料 对不对 我没有想 没有遇到你 因为你猜到你 你给个标题吸引 让他们看的嘛 那么很多时候呢 做 包括自己啊 做了影片不久都 难以避免 我都是吸引人看的 不然不看 多有真知穿剑 没人看都要浪购气 是吧 好了 港庄之旅的暗集平 是吧 他是提议过很多东西 尤其是带货 经常买广告 出过很多事的 基本上 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但是他依然维持了非常红的身份 在国内 就是在微信那里 就是这样了 恒大的国师曾经是 等于萧珊 曾经是一度非常富裕的 是几十亿身家的人 结果 是吧 那你如果明白呢 那你还是以他为师呢 就是自己老衬的 好了 说完了 收工了好吗 不要了 那再说一个小话题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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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